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我是曾知乔乔乔 了解今天又有一些話想跟大家聊聊 想跟大家分享 你們有沒有過那種很羨慕別人 羨慕到好像已經有點負面了 羨慕到已經覺得 憑什麼他有比我好嗎 或是我錯在哪裡 我哪裡比不上他的這種 哇 非常不平靜的 嫉妒的感覺嗎 其實呢 我的個性很特別 我是天蠍座的 常常會有人說天蠍座就是敢愛 敢恨 天蠍座討厭別人啊 或是跟別人對立起來的時候非常瘋狂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天生來講 我對別人的那種語言上的攻擊啊 或是恨其實不是那麼彰顯 但是那不代表我的心裡 我的頭腦裡沒有 那通常他就會轉化成一種 剛剛講的自責 覺得自己不如人 就是覺得那個人憑什麼 運氣那麼好 為什麼大家就是會看到他 不會看到我 對 我以前有一本書 我自己看了很多次 然後 那本書被我弄不見了 我也想不起來名字 可是當時他有一個練習 我記得我也是秘密麻麻 在那一頁上面寫了好多筆記 因為我不停的在練習 他說的那個境界是什麼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一篇他就在教導跟大家分享說 那種你想要得到的一切 你也要允許別人可以擁有 你要祝福他們也可以擁有 你要祝福光也會降臨在他們身上 那麼如此一來 你也才會真正的得到 心靈才會真正的富足 然後呢我那時候就是個屁孩嘛 那時候我年紀還很小 我就滿滿的寫好那就公祝大家 賺大錢 每天都有博樂賞識你 就是我就那時候年紀很小 我就劈啪了吧 我覺得我也好想要 降臨在我身上的好與劈啪的 就是祝福所有的人 都可以得到 現在想想其實蠻可愛的 但是那是我的第一步 接下來當然還會有 所以這成長會有很多更深層的體會 這個練習究竟帶給我什麼 我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 不敢看金鐘金曲金馬獎 因為我是藝人嘛 所以我們的舞台其實也就是 很赤裸的攤在大家面前 因為每次看那些獎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我還是沒進步 你看看人家十六歲就得獎了 你看看 哇那個人已經得第三次獎 得第五個獎了 我就覺得 我沒有辦法好好的看 看完一個非常漂亮 非常好的一個典禮 我看別人的演唱會也是這樣 我沒有辦法好好的看別人 唱歌唱得很棒 在舞台上 那麼的享受 就我已經到了一種 已經不知道要用什麼 已經忌妒已經不足以形容 我的那種 覺得自己很沒價值的感覺 可是這一路上就是一直練習 每次我去看一個表演 或看到同樣領域的 藝人們有很好的表現的時候 我就會回家寫運輯 我就會祝福他 我就會祝福他 恭喜他 他可以擁有 然後我也沒有想過有一天 我會不會擁有 可是 不知不覺啊 可能五年十年 就這樣一直過 嗯 我不能跟大家說這個練習 一定是有效的 可是 在我身上他靈驗了 有一天 我也會有我自己的舞台 我也會能夠唱我想唱的歌 說我想說的話 演我想演的戲 然後有人會欣賞 有人也祝福著我 所以當下一次 如果你感到自己不如人 或嫉妒別人的時候 或許你可以 走走看這個練習 允許別人 也可以擁有 我們想要的一切 祝福他 也祝福我們自己 好 大家晚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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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 volume 感谢观看